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子辟谣称 没有 我本人单身 我爱我的事业 我是单身女强人 同时还做出了X的手势 众所周知 杨子和张艺兴的绯闻传了好几个月 杨子前不久参加了湖南卫视的专员秀《向往的生活舞》 张艺兴是长旧嘉宾 男人在节目中正式辟谣 没有恋爱 但黄磊还是忍不住调侃他们的绯闻 并且说他们其实还挺合适的 张艺兴 黄磊 孙洪磊等人一起录制了4G的极限挑战 关系非常好 黄磊和孙洪磊在得知张艺兴和杨子的绯闻后 应该是第一时间求证了 如今黄磊和张艺兴一起录制节目 难免需要调侃一番 给节目带来很多热度 而孙洪磊和杨子一起录节目 也当然是要调侃的 这样可以炒作节目 不仅是孙洪磊 蒙探探探案的黄紫涛 疑似还影射了杨子对张艺兴的绯闻 非著名渔品人吴清宫指出 他们玩其中的一个游戏时 黄紫涛不知道杨子的外号是小猴子 黄紫涛还说 我又不暗恋他 为什么知道他的外号 而杨子参加向往的生活时 对张艺兴的微博名和英文名了如指掌 难道杨子暗恋张艺兴 当时杨子的表情有点不自在 看来黄紫涛也是八居冲浪人 这时杨子参加向往的生活时 这个镜头很反常 很少有人会记住别人的网名 除非网名就是真名 而张艺兴的网名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七个字的网名 杨子竟然能记住 还有现在的明星一般都不流行叫英文名了 杨子竟然知道张艺兴的英文名是类 非著名渔品人吴清宫指出 所以杨子对张艺兴应该是有好感的 而张艺兴对杨子也是有好感的 张艺兴性格内向 向往的生活 其他飞行嘉宾来了 张艺兴和他们几乎不说话 但杨子一来 张艺兴就像变了一个人 特别的外向和健谈 杨子刚抵达蘑菇屋时 张艺兴叫杨子是绯闻女友 差点把她吓到回家了 此外 杨子走在湿滑的台阶上 害怕摔倒 张艺兴还主动说 没事 后边有我挡着你 所以黄紫涛 孙宏雷 黄磊 调侃杨子和张艺兴 其实是有道理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金海资讯 再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